朋友们好 今天是礼拜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继续说林彪 作为一代天才的军事家林彪又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此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1959年到1971年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关系 1966年确定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那么作为第一个时期 1959年到1966年 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林彪 以他优秀的政治秉赋和一系列独创性的政治作为 不仅博得了全党全军的中西拥护 而且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极大的肯定信任和褒奖 1960年代的林彪在全党全军中 那威望高着呢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父辈 现在呢 国外方证实一说起 1959年以后的林彪 那就是一个词两个字 那就是罪恶 就是罪恶 把个林彪说的简直就是义无是处 那不是说的了 那就是骂的倒是 就如同这个八十年代初 战亚平回答外部记者提问的说 把江青给打了零分以下一样 这些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都是唯物主义者 官方证实对于1959年到1966年 这个时期的林彪的评价 主要的诟病他三件事 第一说他1959年在庐山上 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第二件事呢 说他1962年的1月份 在七千人大会上 这个为毛主席忽短 然后对毛主席无原则的歌功耸德 第三 就是说他在整个六十年代掌军期间 提出了一系列的突出政治的 形式主义的建军思想 并且付诸军队的建设实践 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主要诟病的就这三件事 那么这三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过境前 五十年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怎样回望 那个历史时期 再重新审视 这三件和林彪有极大关系的历史事件 1959年庐山 彭德怀胖胜输 明火之杖 恕这个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的一线领导人为敌 两军队 你死我活 各不相让 不依不饶 中共大有分裂的危险 因为当时何静志他们找毛去 说的话就是必须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否则队伍就散了 就严重到这种程度 那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 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共课时间 毛主席顺应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意愿 同意批评了 批判了彭德怀 然后最后又经过中央委员会的一致的决议 罢免了彭德怀不分官职 强倒众人腿 当时的庐山上 确实是火药味十足批鹏的时候 但是作为援军后上山的林彪 真的在庐山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了吗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林彪 在庐山批鹏时候的一些发言 除了野心家伪君子等等 一些个当时不可避免的 就那个时代 共同的与会 同时也是庐山上批鹏的所有人的公共词汇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你得不出林彪对彭德怀落井下石的这样的结论就 那么我们看一看 林彪是怎么说的 这个彭德怀在庐山上 比如他当面说彭德怀 这个傲上漫下 这个谁也瞧不起 网自尊大 骄傲得不得了 这是落井下石吗 我觉得这是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 因为彭德怀真就这样 比如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 你我都不要做这种非分之想 那这是落井下石吗 这是当时一代人的心声 无论是中央网友会的一代人 还是全体的中国人 更何况这个林彪在发言中 还专门为毛主席和彭德怀之间 了结了一桩历史的公案 就说长征的时候 这个遵律会议以后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那时候包括四路四匪 在那时候红军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 就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 但是部队走得非常疲劳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你为了避战吗 是不是 你为了少打仗 甚至不打仗 保存力量 然后争取给自己 让自己尽快的脱离险境 求得一份安全 那你就要多走路 那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你作为一线的指挥员 这个林彪当时 就有些怨言 当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意思就是说 你们中央这些头头 干脆你们一坐坐老太爷得了 然后随今主持一些大计 定定定战略方针 战略方向 至于前面到底怎么打 你把权力敲下去吧 交给我们得了吧 是不是 怎么打呀 怎么走啊 让我们在前面说了算就得了 或者干脆就让彭特怀 在前面 这个主持主持 军务就得了 就得了 林彪当时就是写了这样一封信 那么你想啊 作为主力军团的军团长 作为一线的这个指挥员 林彪向自己的上级 直接陈述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你这不能说什么错事 是不是 也不是什么阴谋 白纸黑字写着呢 是不是 然后这个林彪当时 希望这个义军团的政委 宁永珍能跟他一起联名 这个一起送上去 但是宁永珍 宁永珍不是老吗 比他比他大十来岁吗 这老年 宁永珍就没有 同意在这个电报上 数自己的名字 你不数就不数 林彪也敢作敢当 就自己签上名就送上去 那就送了 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毛主席很大很大的误会 误会在哪呢 毛主席认为林彪是个娃娃吗 这种信林彪写不出来 但是这份信里头林彪竟然点名说让彭德怀在前面主持军务 那是不是彭德怀在后面怂恿 他嫁弄林彪写的这份信息 这个 毛主席当时 这个第一感觉就是彭德怀 这个林彪受了彭德怀的指使 才怎么干的 就这么着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 毛主席在会上就为此批评了彭德怀 批评了彭德怀 为此 毛主席和彭德怀之间 就接下来一个很大的疙瘩 但是那时候批语奔命的战争年代 还是长征路上 什么是如马空纵 有今天没明天 双方彼此尽管都不愉快为这个事情 但是也都没有深究 那么其后的几十年里头 这个嘎的始终就没有解开 就没有解开 庐山会议的常委会上 林彪为此 明确承认说当年这封信 就是我一个人写的 跟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 哎呦 当场把彭德怀感动 后来他自己说 差点没流泪 差点没流泪 所以你能说 庐山上林彪对彭德怀落井下石了吗 完全不是 你在看庐山上其他别人的那些发言 你把落井下石放到他们身上去 我觉得可能更恰如其犯 你比如说刘儿琪 刘大鼻子 在常委会上指着彭德怀那小鼻子 你是魏严的骨头 诸可夫的党心 曾玉祥的作风 与其你篡党 不如我篡党 这不是落井下石的吗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吧 这是 必于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吗 而后快了吗 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所以说林彪在庐山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这是不实之词 这购病里面的第一件事 我就是如此认为 那么第二件事 1962年1月7000人大会 1958年大跃进 从上到下 全国人集体大发烧 谁的脑子不热 那时候 你即使戴小平自封二代核心了 他都没好意思说自己当时脑子没热 为什么 人民日报存档 人民日报什么都印着呢 那大照片什么的 是不是啊 那么毛主席呢 我们要问一问 就是毛主席呢 当时热飞蛇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 我刘茂尔不畏 尊者会 毛主席脑子也热过 听周恩来汇报 说谭令林堂那头 谭令林是管农口的 在国务院 说谭令那边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大跃进 毛主席当时很喜欢这个词 并且很欣赏的 是不是 薄一波 当时提出 1958年 搞1070万吨 刚刚的时候 那毛主席 那也都同意了吗 9000万人上阵 争取1070万吨 毛主席是同意了的呀 那这个掀起了 这个大跃进热浪的 那个动员会是什么 就是当年7月份 那个北戴河会议 那北戴河会议 后来出了决议了 全面 这个推开了全国的大跃进 那个决议上 毛主席画了圈了 是画了圈了 58年 这个 这个 会见 在北京会见 赫鲁晓夫的时候 谈到大跃进的时候 毛主席说 大跃进让他很高兴了 比1949年 全国解放 都高兴 哎 那不也是毛主席亲口说的话 你说 你能说毛主席没热吗 但是 我们还要实实求是的讲 毛主席当时的热 他不是让你刮五风啊 更何况毛主席还是 第一个冷静下来 第一个冲凉 让脑子清醒了的人 十月份毛主席又公开讲了 就大跃进的时候热了 也就是三个多月吧 十月份的时候 毛主席又公开讲了 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搞得好 可以互相促进 使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 大为改观 但是 如果搞得不好 也可能变成灾难 这是毛主席当时 十月份的时候 说的原话 他苦苦拨心 随时就号召 大家做冷静的促进牌 几番劝导之后 甚至不惜危言耸听 为了能让大家 跟他一样冷静下来 1958年10月20号 21号武昌会议的时候 毛主席说了一番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 还有一个是一穷二弱 但是现在吹得太大了 我看是不合实时的 没有反应客观实际 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没有经验 现在吹得那么厉害 我担心我们的建设 担心我们的建设 建设搞得太快了 可能会天下大乱的 这武昌会议毛主席说的 接着他说 他说谭正林和廖鲁岩 这个同志搞的那个文件 要求全国金冬明春 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 要搞1900亿土石方 还说一定不可少 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 是搞了500亿土石方 1900亿土石方 比500亿土石方 要多差不多三倍 我看这样搞下来的话 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 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 不死三分之一 也要死十分之一 中国五亿农民 十分之一就是5000万人 如果死了5000万人 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 你们都可以不撤 那不是撤职的问题 我这个头也就没有了 算是文言耸听吧 啊 毛主线 吉日颜值这么多 还不够 他接着说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 把脑筋压缩一下 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 先搞少一点 如果行有余力 情况顺利 再加一点 胡信的弦不要拉得太紧 搞得太紧 就有断弦的危险 五八年 十一月二十一号 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如此警告 薄一波在他那个建议委员成本 如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 那个上海俩卷的说 他回到这段 他不就说 他说武昌会议 整个武昌会议期间 为了压制标 毛主席急得夜不能寐 这是薄一波写的原话 夜不能寐 着急上火 压不住 下不去帮小火 从全党来看 大跃进最热的时候 也就是1958年夏天 那三个月 如果真正的按照 第一个冷静下来 毛主席当时的想法 那么通过两次郑州会议 一次武昌会议 一次上海会议 大力纠左 顺利解决 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 左倾思想和左倾的做法 搞掉他武风 那么大跃进的负面的后果 不会像后来那么严重 不会在德与诗之间 让后人争论了几十年 到今天为止还在争论 那么也不会对国民经济 造成六十年代出那么严重的破坏 更不会成了那么 一直到今天为止那些王八蛋手里的一块把柄 至今非谋 必说大跃进 但是 纠左的过程的中间 半路杀出陈晓晋来 中间出了个卢山会议 卢山会议本来是要继续纠左 彭德华一上书 山上风云突变 会议转了下 开始反右 反右就一定出左 都怕被爬这个白旗散会以后 1959年年底到1960年的上半年 全国又热了大半年 当时大家知道 北大荒那时候还没开荒 还没开发 当时中国的粮藏不是东北 那时候中国的粮食的主产区就在黄河以南 黄河以南 那每年的上半年 春小麦啊 什么这些东西 那都是这些地方农业生产的最黄金的季节 结果热浪过后 形势雪上加霜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热度最高的几个省 四川的安徽啊 什么河南呢 山东啊 甘肃啊 甚至饿死了人 尤其河南的信仰啊 山东密县 等地为深 毛主席当时做的批示 我说他说这个西洋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是国民党复辟 接下来几年下来 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人民生活大受影响 那么几经努力到了1961年的下半年 毛主席认为整体的形势差不多是到谷底了 应该往上走了 到谷底 开始上行 应该上行了 但是中央内部对此认识不一致 就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认识都不一致 那刘老吉当时不就认为 那黑暗 这形势黑暗的不得了 你别说62年1月份 七人大会上 七人大会之后 到2月份 在中南海的西楼会议上 国家主席刘少奇 那不还称自己是什么非常时期的大总统 那调子差了 不能再低了 那好像1960年代出的时候 那中国比1927年还要1927年 还要更黑暗 那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 统一大家对形势和前途的认识 然后继续纠正大于性及其后 实际步骤中的这个缺点和错误 1961年的年底 毛主席提议说1962年1月份 在北京召开这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至中央主席 下至全国的县委书记 共有7000人参加 那么与会者中 一些在大于性中 犯了错误的干部 有些回头土脸 担心被求和算账 然后回家以后老婆不让上抗 那么就为了振奋士气 也为了活跃这个会议的气氛 毛主席当时就提出了这个开会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开发 他们说白天开会晚上 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两干一席 大家满意 就希望通过发扬党内的民主 然后达成那种总结经验 打通思想 接受教训的这样的会议目的 为此大会的大会刚一开始 毛主席就再一次主动的为大跃进承担了领导责任 我们明天接着说 谢谢大家